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一直在说要增强免疫力 要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壮 是的 那么很多人就说做运动 这个那个 吃这个吃那个 那么其实在我们周遭的环境 有一些食材又不贵 又容易找得到 又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 就好比说一个很常见到的食材 玉米 玉米可以怎么样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主题 外表金黄油亮的玉米是最常见 也备受喜爱的食物 不仅味道鲜甜 还富含各种营养 也被誉为长寿食品 玉米的营养成分叫全面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黄体素 玉米黄制等 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提升免疫力 在这疫情期间 除了做好防护措施 自身的免疫力也是对抗这场疫情最大的关键 除了玉米 玉米须也是酱三高与糖尿病的好帮手 究竟玉米如何帮助提升免疫力呢 什么人应该多吃玉米呢 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吧 是的 我们知道说玉米很常会在很多食材中可以找得到 但是又不知道原来多吃玉米 是可以帮助增强自己的免疫力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很详细了 了解这个玉米到底有多好 但是首先我们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师 以及我们的食疗师林秋香 Venessa 你好 Venessa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是 Venessa老师我想问一下 玉米真的是可以帮助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吗 这样单吃就可以了 其实玉米因为它是属于颧骨根茎类的食物 那它里面含有的那个营养素是非常高的 就是有关关系到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最重要的就是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这三五就是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 看起来它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怎么说 营养价值 对 营养价值在里面 你看 主要我们很多时候要加强我们的免疫力 最重要的是肠道一定要健康 所以因为玉米我们也知道它很高纤维 那Venessa老师是多吃玉米的话 就可以确保我们肠道健康吗 对 因为如果是好像玉米 它的那个纤维是比较高的 每一百克它就有大概三克的那个蒜石纤维 那么蒜石纤维我们都知道能够帮助消化 还有就是促进我们肠道乳动 把肠道的那些毒素脂肪给排出体外 当排出体外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维持那个健康的肠道嘛 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有70%的免疫细胞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所以排便不正常的朋友 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免疫系统会比较弱一些些 如果是免疫系统比较弱一些的话 那么我们玉米的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维生素扣子和微量元素呢 就能够增强我们免疫系统的免疫细胞 然后呢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 玉米除了这个维生素扣子 还有微量元素之外呢 它还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它就能够维护我们肠道里面 原有的70%的免疫细胞 是 对 很多人就以为说这个免疫细胞 就在免疫系统 其实都有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对 因为肠道好 免疫系统才会好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些孩子小的时候 会鼓励他们吃这个玉米的 对不对 对 因为玉米它除了膳食纤维 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些维生素之外 它也有很好的那个脂肪物质 那么我们就称为是卵鳞子 还有就是脂肪酸和维生素E 这些都能够增强小孩子的免疫力 记忆力等等的 那我们有看到这里头还含有膳食纤维 是可以改善便秘 还有我们肠道健康 还有这个玉米黄质跟叶黄素 小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是什么呢 可以 其实玉米黄质跟叶黄素 它是属于一种胡萝卜素 就是有颜色 带一点黄色的那种植物 营养素 所以这种就可以保护小孩子的视力 就是预防或者是降低他们 患上这个近视的问题 这个叶黄素对蓝光也是很好的 是吗 Vanessa 对 除了阳光 它还可以抗蓝光 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手机 或者是电脑电视的蓝光 它可以抗蓝光 是那个自由机 所以你看到现在小孩子 就是可能很小就开始戴眼镜 所以你就是要给他吃多一点这个玉米 那里边的这个维生素B2也是非常高的 Vanissa 对 因为现在你发现了很多小朋友 就是去上课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贫血的问题 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会头晕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贫血的症状 然后可能父母亲就会觉得说 我都有给他吃菠菜之类的补血的 为什么还是会贫血 有时候是说我们摄取不足 而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去吸收这些铁质 还有骨氨酸呢 骨氨酸又是什么 骨氨酸它是其中一种氨基酸来的 就是蛋白质的那个分子来的 那么玉米里面就有这个骨氨酸 是可以专门帮助小孩子的脑部发育的 还有很多食物就是富有这个 怎么说可以帮助我们人类 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呢 主要就是它里面有这个抗氧化剂 那玉米算多吗 玉米算是很多 因为玉米它除了有这个抗氧化剂 就是骨氨酸分类化合物之外 它最特别就是它的玉米黄值 跟叶黄素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的抗氧化剂也很高 它就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所以要多吃 那多吃的话也不能够过量 就是每一天大概是一条 因为一条的玉米大概是70到80克 那就已经是很足够的分量了 那还有看到有卵磷脂可以增强记忆力的 甲 是吗 还有甲 甲就是可以帮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然后还有就是控制血压的问题 那么就针对一些比较喜欢吃咸的食物 或者是肉食的话 或者葷食物就要多吃了 我们还看到还有这个叶酸 还有这个我比较不常看到的是Q10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很好的 我告诉你 这个很好 Q10呢 Q10呢 其实它是属于一种 它是属于一种酵素 在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消化还有吸收的 还有就是你们很少看到的那个植物 植物栽存 植物栽存就是植物的雌激素 好像植物的雌激素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身体里面的耽固存 那这个植物的雌激素是 就是说女生是会比较好吗 还是说不限 男女都很好 因为它的这个植物雌激素的结构 是针对我们肝脏排毒的那个能力的 它做一些我们的荷尔蒙不适 它是来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 胆固存的血液 抗氧化也非常高 也很高 因为Q10里面 那么很多人其实在可能瘦身的时候 都会选择吃这个玉米 主要是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吗 还是它因为比较容易饱还是怎样呢 对 我们吃了膳食纤维 就很容易有那个饱腹感 你有饱腹感 你就不会想要去吃其他的东西 是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体重控制下来 其实除了控制体重 我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苦关肝胎 对 这里很多美容都会有的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一个东西 其实是我们这个玉米里面 有三种的胺脂肪结合的一个动导 这个就是叫什么Glucotamin 是吗 对 不是 这个叫L-Bucration 什么 讲多一次 L-Bucration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肝脏排毒 排毒的 对 如果是经常熬夜的话 因为我们的肝脏毒素会囤积 所以帮助我们肝脏排毒 同时能够防抗癌作用 是 然后这个另外女生很喜欢的 我们的维生素E 抗脑 抗门的 抗皱纹的 这个很好 抗脑还有就是准备我们的细纹 皱纹 可以去抗皱或者是去淡掉它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你吃玉米的时候 你整出来还不是很饱满圆圆的 对 完全没有皱纹 所以不要吃干的 要是吃新鲜的 因为干的吃了可能就不会帮助皱纹 还有呢 还有这个玉米黄脂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对视力比较好的 是不是 是 所以不管是小朋友 或者只是年长者都要多吃 因为你知道眼睛嘛 眼睛的结构当我们年纪大了 也会退化 也是会老化 所以这个玉米黄脂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的结构 就是我们的视网膜 所以可以预防非常多的那些问题 尤其是那个黄白性病变 对老人家经常会面对的状况 那么我们就预防这一种的疾病 是 我们好奇的Venisa老师 这个玉米黄脂跟叶黄素 除了在玉米里头找得到 其他的蔬菜水果找得到吗 凡是黄色的蔬果就有 还是说只有在玉米里面找得到呢 是的 其实在那个鸡蛋里面也有 然后鲜橙 南瓜 比较偏向橙色黄色的 都富含这个叶黄素 Venisa 看起来这个玉米 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有没有某些人 他可能不难吃这么多 或者要吃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它的分量的 你是说注意它的分量吗 就是哪一种人 就是可能不大适合多吃 就是比较幼儿 就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比较不适合 因为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们的消化系统还没完全地发育 所以他对这个玉米的消化会有点困难 第二种人就是老年人 老年人他们的消化功能会比较减退 所以他对这个膳食纤维的吸收和消化 也比较困难一些些 可能会引起腹脏的问题 第三种就是肠胃比较不好的人 经常觉得恶心或者是腹泻的问题 是 但是不适合吃 因为也是因为膳食纤维比较高 容易到层次的问题 Vanissa 我们这里有一个观众 他手机尾号1178 他想问一下玉米营养补充品 会更快速被吸收吗 如果是玉米它的那个营养补充品 是属于全天然 没有额外的添加那一些的淀粉类 或者是Moto Dextrin等等的话 它确实能够比较容易吸收的 因为它已经精致 已经是准备过 所以人的那个肠道会比较容易吸收 不过在正常的饮食当中 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可以摄取全天然的食物 那如果大家觉得玉米是比较难吸收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玉米来煮玉米汤 或者是打成米糊 把它打烂的话 那么也能够增进我们的那个吸收能力的 好 其实如果营养补充品是全天然的话 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是的 好 那我们知道说玉米真的是 对身体非常的好 是 待会我们会更详细地跟大家说 其实玉米有翻很多种类 它的营养价值又会不会有差异呢 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之前带大家来看一下 免疫力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免疫力差的原因 交际圈子太狭窄 研究证实一个人结交的朋友越少 身体越容易生病 甚至寿命也会大受影响 但与太多人往来也可能变成一种压力 因此不要勉强自己 三五之心好友 比一堆泛泛之交重要得多 平日欠下睡眠债 经常睡眠不足的人 会导致身体产生的免疫细胞数量锐减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相对于每天睡7至8小时的人 每天只睡4小时的人 血液里的流感抗体只有前者的50% 睡眠不足会使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体内负责对付病毒和肿瘤的T细胞数目 会减少生病几率随之增加 但不是每人都一定要睡足8小时 只要早上醒来觉得精神舒畅就足够了 凡是老往坏处想 研究发现当悲观者积极看待生活中的不幸时 体内的免疫白细胞数量会增多 人若经常悲观 自身的免疫力也会随着下降 记忆力变差 消化能力变弱 每天5分钟 一边深呼吸 一边做白日梦 让愉快的画面从脑中飘过 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数目和活力 美国德州大学的教授也指出 经常做白日梦有利于精神放松 免疫系统的耗损也随之降低 欢迎继续收看《回忆加油站》 那我们今天在谈的就是这个玉米 会不会帮助到增强的免疫力 那答案是会的 线上我们有Vanessa老师来跟我们做 进一步的分享 对 Vanessa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市面上 可以看到的玉米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有紫色的 白色的 对 白色的 还有什么珍珠玉米 请问这些玉米的营养价值都一样吗 其实有分别 有区别 不同的颜色 然后不同的淀粉类 还有就是不同的那个矿物质 有不同的那个营养价值 是 然后我很想知道 从它的颜色来分辨 那首先一般上我们最常看到的是 白色和黄色比较多 对 那我想问一下最高淀粉的是哪一个 我要避免一下 最高的其实是一般上的那个黄色 它的那个表面会比较粗糙的 粗糙 是我们平时吃就是 白色麻辣那种吗 对 就是那种 有粗糙吗 那个放了牛油 好好吃 所以它淀粉才高 所以它才比较导致肥胖 那个是淀粉比较高的 淀粉比较高 不过它的维生素E也不错 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 只是说它的淀粉类比较高 所以我们吃得比较容易有保护感 它的淀粉比较高 可是 维尼莎 你曾经说过 因为黄色的话叶黄素就会比较高 是吗 所以它的叶黄素会比较高吧 比其他的的话 对 如果是黄色的 我们一般也是常拿来煲汤的那一种 那越黄素跟玉米黄素就会比较高 那种对我们眼睛的保护会比较强 是 可是这里白色较高 它的那个淀粉 闻一下 对 白色的 它白色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 就是它的淀粉类比较高 它表面会比较粗糙的 这种就没有那么甜 另外一种是叫做珍珠玉米 珍珠玉米 你看到它的那个表面 表皮是晶莹剔透的 就很光滑的 那一种就不一样的品种 那一种就会比较甜 更加的甜 它的糖分会比较高 不过它的营养价值会更加的丰富 它的那个植物 磁技术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植物栽存会更高 明白 维尼莎 这里我们有一位观众 还想问一下那个珍珠玉米 是不是改造基因的 为什么它可以好像整足这样美 而且很甜 很好吃 对 然后就是好不好对我们的身体 对 吃多会不会有害你 是 其实它并不是所谓的那个基因改造 它只不过是不同的那个改良 就是我们以前所学到的改良 就是改就干 就是可能那个大红花 这大红花的白色的大红花不一样 颜色你拿去改良 它就变成一个粉红色或者是黄色 跟不一样的那个改良的品种 它自己也没有改良 多吃是没有害的 对吗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紫色的玉米 那它里头就有这个花青素 可以保护 也是一样保护我们的势力 对吧 对 花青素它是属于一种 水溶性的这个抗氧化剂 所以如果我们煮这种紫色的玉米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它的汤底也会变成紫色 紫色 没错 这个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少见的 可是中国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白色和这个紫色 因为白色其实它的饱腹感很强 但是它的口感很不好的 是 好像是糯米很软 是米饭这样的 所以很不好吃的 不像我们吃的那些珍珠玉米 玉米脆脆的 很多水分的 可是我想问曼莎老师的是 这么多颜色里头 我们先撇开珍珠玉米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甜的 是 紫色跟黄色的 哪一个是会偏甜呢 紫色它的甜度差不多一样 是差不多一样的 是 所以还好 还有另外我想问一下 因为可能现在玉米很多人 就用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是 那比如说生吃 如果我煮过或蒸过的玉米熟了之后 其实它的营养素等等 是有差别吗 是有差别的 如果是生吃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留它的维生素C 维生素C就对我们的皮肤很好 当然你可以保留它的维生素C 如果你生吃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淀粉 还没有被煮熟的话 就比较难消化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玉米是烹饪以后 自然就会释放分类化合物 叫做赖基酸 这种的赖基酸反而是可以增强 我们体内的抵抗力和抗病毒的作用 是的 那所以Vanissa 我想问她 比如说我拿来蒸和拿这个废水 好像这个这样 我拿去煮熟 蒸好还是这种方式比较好 如果你是蒸的话 它就不会流失在那个水里面 它就可以保留它的那个营养价值 在那个果实里面 那水煮的话 当然它的那些营养价值 水溶性的营养价值 就会溶解在水里面 除非你是把那个水喝下去 那你就温 所以很多人就是煮玉米汤 直接把玉米放进汤里头 然后连同这个玉米的营养 也一起喝下去 对 那所谓的高温 那就是可能拿来烧烤的那种方式了吗 对 拿来烧烤 或者是你煮汤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煮20分钟的 而且你蒸玉米也是20分钟 你水煮是大概8到10分钟 然后你是用煮汤的话 肯定是超过20分钟 那是属于高温的煮法 或者是说烘烤也是属于高温的煮法 明白 文森老师 我们刚好这边有个观众 手机尾号2089的观众 他就有个问题想要发问一下 他想问说玉米片还有就是玉米 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吗 玉米片就是市场买的那个玉米片吗 对 玉米片呢 其实它已经加了一些淀粉加工 它是属于一种精致的食品 它跟我们纯天然的这个玉米粒的营养价值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想要问Vanessa老师 那如果是罐头玉米呢 也是添加了一些添加物 对不对 对 如果是罐头的 它是有甜味的话 那可能它就已经是加了一些糖精的 或者是 但它的营养价值有保留吗 还是说还是很 营养 它的营养价值其实依然还在 不过因为它是罐头 罐头有些是真空 有些它们是有添加额外的添加剂 那么这种的添加剂 就已经干了 只是没有水分 那营养还是有保留的 对吗 还在 营养都还在 维生素C不见了 水分不见了 不过其他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 还有一些玉米黄脂 胡萝卜素都还在的 是 那我们这里也是有观众问题 今天好多观众要问问题 真的 他就说玉米加我们的这个优格 一起吃的话可以吗 可以 很可以 就可以帮助消化和吸收 可是会不会很怕 因为玉米它的膳食纤维很强 就很高 等一下优格又是帮助消化那种 所以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想要跟优格一起吃的话 那打那个奶昔的话 吸收和消化会更好 既然都说到跟优格可以 可以配 那玉米其实还有什么 其他食物或是食材 是很适合一起搭配吃的呢 有 菇类 菇类就是不管你是用香菇 蘑菇 金针菇 杏鲍菇都好 它都可以增强体贪力的 还有看到 菇类的 山药 山药也非常好 因为山药本身就有黏液蛋白 然后搭配这个玉米的话 就可以修复我们的胃黏膜 或者是 所以我们自己看到 它也非常适合和花野菜 大豆 优格 洋葱 木瓜 柑橘类的水果一起食用的 在这么多当中 其实看起来就是 好像木瓜水果都是 它是混合这样一起吃 就是可能花野菜 是要就和玉米一起煮 还是一起炒还是怎样呢 如果是花野菜 可能你可以拿来炒饭 或者是煮成一道 那那个大豆呢 大豆是应该怎样 大豆我们 因为大豆它是豆类 豆类很高的蛋白质 是的 然后玉米很高的淀粉 我们可以混合在一起 做成豆浆 跟这个蔬果类好像也蛮适合的 可能有木瓜 还有柑橘水果都可以 可以搭配一起吃 那除了这些食物是可以搭配一起吃 又有没有哪一些食物是 不建议一起吃的 我知道 一定是米饭了的 为什么 因为都是淀粉 因为淀粉 是吗 我的小老师 如果你的晚餐 比如说你想控制体重 你吃了玉米 你吃了100克 那你就不要再吃白米饭了 它不适合跟一些 高淀粉类的食物一起吃 那比如说一条的玉米 它等于几多碗饭呢 我想问一下 一条的玉米 听不清楚 不好意思 如果它是一条的玉米的话 和这个米饭 它是等于多少碗米饭呢 好 我们如果普通的一碗饭 大概是200卡 200卡 然后我们一条的玉米 我们拿掉它的那个玉米粒的话 大概是70到80克 它的质量大概是70多卡而已 就是 就是米饭大概是200卡 一条玉米大概是70-80卡 所以大概不到饭的一半 所以如果要减肥的朋友们 就可以用玉米来取代米饭 是 但同时间吃玉米 那所有淀粉类的食物 都应该要避免的话 像马铃薯 番薯 都不建议一起搭配食 是这样吗 是 一定要减少 因为如果是淀粉太高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的肝 还有我们的肠胃的负担 消耗不少 就会引起这个负胀的问题 甚至肥胖的问题 还有一种玉米笋 就玉米的宝贝有没有 我们每天讲 它其实跟玉米是一样的 是还没长大是吗 是 玉米笋和玉米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过它是来自同个家庭 其实玉米笋就是玉米的 就是它年轻的时候 当它在种植这个玉米的时候 就会长出来这一个 幼年的玉米叫做果碎 当它们想要就是地中营养 让这些玉米成长 成为那个玉米的时候 它们就会把周边的这个 幼儿果碎把它摆掉 摆掉 因为它就不要给它抢太多的营养 对 太多的养分 对 它摆下来以后 这个果碎就是我们所谓的玉米笋 那它们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吗 两个 玉米笋跟玉米 不一样 当它还幼儿的时候 摆下来的时候 这个玉米笋就被规裂为是蔬菜种类 然后这样它的营养价值是如何 营养价值呢 因为它是蔬菜类 所以它的糖分 淀粉 还有它的热量肯定会比较低的 不过它的这个维生素跟矿物质 会比玉米来得高 是 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有什么其他的 一些维生素跟矿物质好了 是 除了就是糖分比较低 对 淀粉比较低 热量也比较低 不过它的钾 铁质 还有它的C维生素B1 B2 B6 还有胡萝博素 腺脂纤维 叶酸维生素B1和蛋白质都非常高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维生素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的价值比较高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和这个玉米相比较的话 它的功效又是如何的呢 其实它的功效就大同小异 它也是有增强免疫力 是 防癌 还有就是 唯一特别的就是它能够促进 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 然后又也是可以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 预防贫穴 然后还是可以维持视力健康的 所以是大的和小宝宝还是一样的 都可以达到这个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好 那 可是我刚刚有看到说文夏老师 他说这个玉米笋 一般上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时候 它的包装已经是已经好了 都已经把它的壳给去除掉 刚刚有看到说如果带壳一起吃的话 营养价值是会更高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如果它的外层还没有剥开的话 它的那个矿物质膳食纤维 还有它的微量元素会比较好的 会比较高的 所以有些非常可惜 那如果是还没剥掉的话 其实你可以切了比较里面的那个外层 其实可以一起煮来吃的 好 看起来它真的是 总而言之大宝小宝都是很好 都可以一起吃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在休息之前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降低免疫力的饮食习惯 到底又有哪些呢 要注意 降低免疫力的饮食习惯 喜欢吃高盐食品 研究证明多吃盐有害免疫力 在出汗不多的情况下 每天有3至5克盐 既可满足人体需求 过多则可能有害 高盐还会扰乱肠道菌群 有害于免疫功能 当吃高盐膳食时 盐的摄入量远远超过身体需求 身体要排除多余的盐分 就要增加肾状中尿素的含量 然而过多尿素 会降低中性粒细胞的抗菌功能性 迷恋甜食和含糖饮料 多吃人工添加糖会影响免疫力 但并不包括天然水果中的果糖 肠尿病患者和血糖正常者相比 身体的抗菌能力 抗病毒能力均险下降 甚至癌症风险也会上升 这些都与免疫功能下降 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调查发现 爱喝甜饮料的成年人 会提高罹患哮喘和慢性 支气管炎的风险 而这些疾病都意味着免疫功能紊乱 蔬果肉蛋搭配失衡 蛋白质摄入太少或太多 都有害免疫力 蛋白质是体内抗体的主要来源 若蛋白质摄入太少的话 体内就会缺乏必需的氨基酸 降低细胞修复能力 同时制造抗体的能力也随之降低 造成免疫系统失去正常功能 但是反过来 把鱼、虾、肉、蛋当饭吃而忽略蔬果 同样也是不利于免疫功能 因为体内会缺乏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 增加肠胃负担 影响消化系统 进而影响肠道菌群的健康和免疫功能 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我们依然还是探讨着玉米的 其实在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们并不需要买很贵的食材 来可能加强我们的免疫功能等等 所以有些东西就好像玉米这样 看似就很便宜 路边摊都有 但是全身都是饱 是 因为除了玉米粒可以吃 我们刚刚也看到玉米笋 它的壳也是营养价值很高的 还有另外一个饱 玉米须 对 这个可以 听说就是可以泡水喝 我知道韩国很多会用玉米须来消水肿 这女明星最喜欢的 对不对 我们立刻来问一下文妮莎老师 文妮莎 文妮莎现在还在线 是不是真的 那女明星就是拿来泡水 可以消水肿 文妮莎 有 有这种的作用 因为它的那个夹成分很高 而且它有助玉尿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玉米须的营养价值好了 它跟玉米又有什么不一样了 其实玉米粒它有的那个营养 玉米里面都会有 只是最特别的是 它含有一个叫做肋黄酮 对 肋黄酮它就能够调节 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的问题 那还有 也看到说 它可以减少细胞的氧化 还有自由基的损伤 跟这些炎症 对不对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老化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的环境都非常地不好 所以我们细胞都会特别容易氧化 或者是老化的问题 所以它的这个玉米粒的营养成分 就可以减缓老化 除此之外也能够减少自由基的死伤 就是比如说我们都在家 然后我们看电视 用电脑或者手机 这些都产生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自由基来破坏我们的细胞 尤其是我们 对 因为我们每一次 就是很多电视机在旁边 很多摄影机在旁边的 所以我们的自由基 自由基是非常强的 还有就是刚刚文莉莎老师有提到 就是它高脚 对不对 可以消水肿 那是不是它一样也是可以 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 控制我们的血压呢 对 它可以控制血压 还有保护我们的心脏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呢 刚才我们有提到那个肋黄头 肋黄头它是不以降低血糖之外呢 其实它的这个玉米虚的矿物质 是非常非常地丰富的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 降血压 利尿 还有就是改善泌尿系统的疾病 还有就是预防膀胱感染 还有预防前列腺炎 所以男生其实要多吃或者多喝这个玉米 剩节食都可以 对 所以真的它还蛮营养价值和功效都很好 那要怎么吃呢 这个玉米虚 其实我们可以单一的就是拿这个玉米虚 然后加水一起煮成茶 就做很简单 就拿玉米虚 然后再加水煮大概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喝了 或者有些人就觉得我喝到很腻了 我想多一点的那个食材 也想多一点的功效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 也可以加那个香蕉皮 香蕉皮啊 我是头一次听的 真的耶 为什么要加香蕉皮呢 香蕉皮 因为刚才大家都说 很喜欢那个消水肿的功效作用嘛 对不对 香蕉皮的夹成分其实是非常的高 所以不作用 那除了香蕉 所以都是泡在水里头一起煮来喝就可以了吗 对 如果是香蕉皮的话 因为香蕉皮它里面很多一些 滋溶性的维生素 所以我比较建议煮得比较久 就是如果你是用香蕉皮煮的话 可能就是要先大火煮十分钟 然后转至小火煮二十分钟 这样子 它就释放出来 那那个香蕉皮 其实要选哪一种 就是熟透的那种有梅花点的 还是就是半熟的那种 如果你可以选择那个棉花点花 它的抗氧化剂会比较高 那当然如果你是害怕就是糖尿病问题 有些人误解了 就以为不能够选熟的 不小心选了青色的那个香蕉皮 那怎么办 其实不怕的 青色的那个香蕉皮也有它的营养 就是它的钙质会比较高 可以补钙 好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香蕉玉米薯的做法 它其实是一个糖水 当着糖水这样来喝吗 对 就是当着那个糖水这样子喝 可是如果是有糖尿病患者的话 就不需要加这个冰糖都无所谓 因为加冰糖的主要原因是 香蕉皮它有一点苦涩 有些人不是那么喜欢 是 这样我可以加一些中药 比如说黑棗 红棗这样的东西吗 可以 可以 你也可以加红棗或者蜜棗 或者是黑棗 这种类型的食材 就必须要煮得比较久一点点 那我们看到安全分量 这个又是什么呢 安全分量就是有些人就会担心说 这玉米薯那么好 那么我会不会过量 过量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会不会加重 这样子所以其实不怕的 就是它的计算法就是这样子 每一公斤 你的体重的每一公斤 你可以摄取十克 就比如说我的重量是 我的体重是五十公斤 那我可以摄取 每一天可以摄取五百克的玉米薯 这样其实也不会过量 对不对 应该也吃不到五百克这么多 是 不会 所以是安全的 这样有没有建议就是哪一种族群的人 比较适合吃呢 会比较适合喝呢 女性一定要 因为怕水肿 对 而且有没有分 就是早上还是晚上喝比较好 对 我会鼓励就是早上的时候 喝会比较好 然后针对老人家会比较好 因为老人家的消化系统开始减退了 所以他可能会弥坏一些高血糖 或者是高血压和那个胆固醇的问题 然后这一道呢 他除了能够调节他们的血糖 和血脂的问题之外呢 他还可以调节他们的消化系统 让他们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 看起来真的是很好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还是有Vanissa老师的 而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Ritman8864 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娱乐新闻吗 是的 原来帅 也可以拿冠军有奖拿的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谁就成为了亚太最美偶像的冠军 那另外我们在一番一集办单元 也准备了Lisa的总理报导 还有也会为大家公布 第427骚扰排行榜的成绩 所以等下三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吧 那如果你是Lisa的忠实歌迷的话 记得要留守我们的886学士了 我们在这里活力加油站 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继续火力加油站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来到了这个便当好菜谱的环节 一样在线上有Vanessa老师 来教我们做一道非常简单 然后用营养价值很好的便当了 是 可以消水肿的 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就做一道蒜蒜玉米汤 听起来是汤 可是它是均衡营养的 可以代替晚餐 就是控制体重的一个正餐 蒜蒜的话是放很多蒜头 对 我们来看一下是要准备什么材料 食材 首先让我们来看食材 当然是有玉米 接下来是有大蒜 鸡肉 杏鲍糕 香菇 红萝卜 黑木耳 少许的那个海盐 这样 所以这道汤真的是真材实料有没有 所以还是咸汤吧 应该是 是 所以你看到里面 它除了这个蒜蒜化合物 它还有那个蛋白质 因为加了鸡肉 那做法的话呢 做法可以怎么做 做法的话首先我们热锅下油 就是要下那个棕榈油 然后把那个鸡肉跟杏鲍糕 先煎成金黄色 微的金黄色 煎成金黄色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玉米放下来 一起翻炒 一直冒出这个玉米的香气 那那个玉米要放下去煎 其实是翻炒 因为我们先用这个鸡肉和杏鲍糕 来煎成金黄色之后 放那个玉米下来翻炒就好了 不是拿来煎 翻炒就好了 就是让它能够冒出那个香气以后 我们再把其他的那个材料放进去 然后加水 关盖 大火水煮30分钟 所以跟那个油一起煮的意思吗 对 所以那个油不用放到太多 就是大概2汤匙就好了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呢 就会有更好的那个口感 所以一定要用中小火来慢慢地煎 那么我们的那个油才不会变质 是 那最后放这个黑木耳 萝卜 对 萝卜 还有就是那个香菇也放下去 还有我们的大蒜 这里大蒜我用到比较多 所以煮出来的时候呢 大火煮30分钟过后 我们再转中小火煮10分钟就可以了 煮了10分钟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那一个大蒜 它已经糜烂了 而且它会释放出 就是比较很清香的那个味道 会不会像芭蕾一样呢 我在心里想 应该不会 那个药因为没有太多的重药 都是食材 对 真的有什么好处呢 万一莎喝这道汤 好 这一道汤呢 当然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体抗力 然后还有就是 它能够促进我们的糖道蠕动 维持糖道的健康 包括体重还有就是力尿的作用 这样我可以再加那玉米酥吗 我比较脆酥一点 但是你煮了 然后如果你想吃的时候 不要妨碍你吃的话 你煮了大概30分钟 你就可以把那个玉米酥拿掉 吃素的朋友 应该就直接拿掉鸡肉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吃素的话 有些人也不喜欢吃那个 不可以吃那个大蒜的话 可能你用那个姜来代替吧 用姜 好 我想问说 这样的汤 如果想要比较健康一点的饮用的话 就不需要再调味了 是不是 对 你不用再调味 因为里面已经很清甜了 真的很多人 然后你的那个海盐也用很少就可以了 不用用很多 其实如果是有加鸡肉的话 是 那个汤底盐本就带咸了的 没有饮用一点就可以了 稳妮莎说这个就是瘦身汤 对不对 那所以在喝这道汤的时候 最好就不要再吃米饭了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控制体重 你就可以选择把那个玉米吃掉 然后你不用吃米饭 是 那么你不用担心说 你没有摄取到淀粉类的东西 很好 这就当成一个瘦身的代餐 今天晚上你可以去试一下 是 来 我们给很多要瘦身的朋友 或是想要吃得健康 增强免疫力的朋友 来看一下这道 酸酸玉米汤的食谱是什么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就复习了有关的这个食材 已经记下来了 那么今天晚上可能你可以煮一煮了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Venisa 就教会了我们许多关于玉米 以及教会了我们有关的这个酸酸玉米汤 真的是想试一下 是 谢谢Venisa老师 希望我们之后还可以再做连线更多的 分享更多的资讯了 好 那么明天我们要和大家讲的 这个主题又是什么呢 和新冠肺炎有关系 是 听说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它不断地在变种 对 所以我们才找不到疫苗 到底这个说法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呢 那这些病种的病毒是来了马来西亚吗 那明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 一一来详细地去聊一下这个主题 是 那我们也知道说 现在在进行这一个特别的管制令 所以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自由地进出 或者是外出的 那这个时候在这些地区的朋友们 就乖乖地待在家里 如果真的必须得外出工作也好 或者是采购都好呢 就一定要自己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 把口罩一定要戴好的 对 另外就是要勤洗手 所以这个一定不能偷懒的 你照顾到你自己 你才可以照顾到你的家人 是 明天同样的时间 今天我们在狐狸交友站跟大家见面了 在我们狐狸交友站结束之前 带大家看一下臀部的运动 可以有什么运动做的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你一定要留意我们这一期的动起来了 因为超过60%的上班族 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下半身的宽部 那下半身的宽部有问题的话 直接就会造成你的站姿不良的状况 以及引起你腰酸背痛了 那这一期我们就要教大家 如何保护你的宽部 以及如何加强它 其实很多上班族 都会面对一个问题 那就是下半身的宽部有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安老师 那一般上 我们这些上班族每天都要坐着 对不对 可能就是会造成我们的宽部有问题 一般上面对的问题有什么呢 你的站姿会比较有问题 然后造成下半身有不舒服的情况 可能那个负担也会更重 对 会造成 那个负担就会在我们的下半身那边去 所以每次有人就是会投诉 就说腰酸 腰酸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宽部不好的 对 宽部太紧了 太紧了 那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放松我们的宽部呢 有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我们的 它是很轻松的状态 其实它是属于这样的 但你就每天做着它就这样 就每天压缩着 它就会变短了 它变短就比较难站 是 所以你必须要去拉开它 对 那除了这个方法可以拉开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会建议就是 Dynamic Stretching 我们用移动式的方法去把它松开 是 我们做90 90 Stretching 那我看得到呢 有关的这个动作呢 都是要伸展 在做这样的动作 我们是应该以一个快速的方式 还是比较慢的方式来进行 我不会说快还是慢 但是你必须可以控制到的一个速度 对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不要受伤 对 那么除了就是我们放松它之后 我很想加强我的这个宽部 又有什么运动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我们的深蹲 我们做我们的Sumo Squat 把我们的宽部给展身多一些 然后做Sumo Squat 然后那边就可以转到更多你的Hip 明白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动作我们是可以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Glute Bridge 因为Glute Bridge 是属于Hip Extension Exercise 一样的原理 我们必须要给我们的宽部 比较适应地去延伸 所以老师每一天都会说呢 在做某一些动作 或者我们锻炼某一部分的肌肉 都是要平衡点的 就是前面要做之外 后面也是要做 因为它是支撑的 所以是非常重要 那想不想学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立刻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Hip Stretch 是我们的Hip Flex Stretch 我们这个Stretch 我们会一只脚踩前 然后后脚膝盖 这一次我们会把它放在地上 后腿的脚趾也放在地上 胸要挺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Hip 倒在地上 千万不可以憋着气 我们的第二个Hip Stretch 是The 90-90 Stretch 开始我们必须先坐在地上 然后把我们的双脚弯曲 形成90度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要固定在前方 第一个Exercise 是Sumo Squat 我们的Stance 必须要比我们的肩膀更宽 脚要很稳的在地上 然后我们Squat的时候 我们会把膝盖往外推 跟我们的脚形成一个直线 我们上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缩紧臀部 第二个Exercise 是Glute Bridge 身体躺在地上朝天 脚呢 会带进来靠近臀部 脚跟必须处立往下推 然后我们把臀部往上抬 同时呢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臀部的肌肉给夹紧 做这个动作的同时 必须要调整呼吸 我们下期见 是准备的 我们下期见 你新的刺激 现在销子 黑咖的 黑咖的 回向 我们下期见 冒大 有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